本周絕對是哀傷了一周,這個星期總共五個交易日跌了四天, 而且出了兩根大陰險,損失慘重, 很多人可能一個月的利潤兩天就跌光了, 關鍵是昨天人家美股又漲了, 昨天美股納指又創了新高,又創了歷史新高, 收盤價歷史新高,你服還是不服, 這關鍵是人家美股也沒啥利好呀, 咱美股現在都靠利好撐著, 美股人家也沒什麼利好呀, 因為美聯儲首席降息時間從七月要推遲到九月份了, 說2024年最大懸疑案,美聯儲什麼時候降息, 已經成為今年最大的懸疑案了, 在昨天英偉達漲了2%,特斯拉漲了3%, 尤其是英偉達週四漲了9%,然後週五又漲了2%, 關鍵是什麼,關鍵是咱們A股的人工智能太慘了, 英偉達業績非常好,大增,然後大漲, 咱們A股的人工智能週五是高開地走,尾盤大跌, 所以說上個星期五還是有點難過的, 我們當時配了點人工智能, 其實是想著英偉達發業績, 當然他漲也漲了,上午的時候真的漲, 我們週五上午的人工智能漲了接近3%, 但是他在3%沒有停留太長時間, 要多停留一會,說不定我就賣了, 因為當時我是在想, 這英偉達大漲, 咱們A股就是再差再差, 這人工智能應該不會大跌啊, 收盤怎麼說也能夠維持著一個小陽線, 結果尾盤大掉水, 咱們那個人工智能還跌了兩個多點, 從早上漲兩個多點, 到收盤跌兩個多點, 一天大概有5到6個點的差價, 傷心了, 確實傷心了, 週末傷心了, 所以說你在我們A股做科技股真的好難, 因為美國的科技公司可能真的有科技, 但是我們A股的科技啊, 他真的沒有科技, 所以說上星期五啊, 简棠老師來講也是個傷心的日子, 就是最沒想到的一種情況出現了, 英偉達大漲, 咱們人工智能高開低軸, 大跌, 不但他沒有漲還大跌, 借著利好出貨了, 但是呢, 英偉達大漲老師長, 我估計下個星期人工只能應該能棄穩啊, 接下來講一下我們A股本身吧, 反正美股對於美股呢, 只能是羡慕嫉妒恨, 那別的也沒什麼了, 那就是羡慕嫉妒恨啊, 呃, 其實在週五結束的時候, A股已經很艱難了, 它艱難在什麼地步呢? 金沪生三世, 今年的個股中位數是負的16.53%, 也就是說呢, 就是平均股價要再跌3%呢, 那麼2024年各股就進入了技術英雄市, 什麼叫做技術英雄市? 因為還差三個多點就進入技術英市, 那可能人說那今年股市為什麼指數是好的? 因為你看今年從那個板塊的角度來講, 板塊的角度來講, 你會發現今年漲的都是散戶沒有的, 什麼什麼什麼, 尤其是這個板塊, 其實我都覺得, 尤其是這個銀行這個板塊, 讓我都覺得不知道如何說什麼, 都沒辦法形容, 今年銀行板塊的漲幅是非常大, 非常深, 非常狠的, 星期五只是微低, 最關鍵的是, 你想想銀行這麼大的市值, 它上風去世啊, 你看, 它隨便漲一漲, 你其他股票跌成啥樣, 人家還是照漲不悟啊, 而且呢, 我們A股有個特點啊, 就是它老是換, 它經常換, 它老是換, 你看它怎麼換的, 你看, 5月7號炒低工經濟, 對吧, 然後呢, 各地比拼力好, 因為低工經濟呢, 就是這個城市出一下, 那個城市出一下, 沒有, 然後5月8號炒免疫治療, 都還沒理解什麼是低工經濟呢, 又來了個免疫治療, 5月9號炒離電池, 說是這個離電反轉了, 5月10號炒電力, 政策消息說漲價, 說這個要漲價了, 5月13號炒出海, 因為行業價格飆升, 周圓海控著龍頭, 然後5月14號的資金混戰, 到了5月15號開始炒房地產, 重磅力好, 預期先知先覺的資金潛伏, 5月16號開始炒房地產, 重磅力好, 這個房地產還是漲了兩天的, 漲了三天的, 到了5月22號炒有色黃金, 北方工業領長漲停, 指金礦業創造新高, 因為期貨大漲, 到了5月21號炒玻璃機板, 然後到了5月22號炒光幅, 然後呢5月23號泥沙俱下, 到了5月24號炒電力, 你會發現其實這個A股, 它之所以炒的比較艱難, 它就是因為它老是變來變去的, 它不像美股, 反正你就盯著那幾個股票炒就行了, 這A股你不知道盯誰, 反正就是一個熱點, 啪啪一個熱點, 你硬接不下, 就是你眼睛還沒看完呢, 人家都炒完了, 就這麼快, 但是你不做這個熱點吧, 你會發現它會把別的地方的資金給它吸走, 所以說這個A股還是非常艱難的, 所以說我們A股就是混亂啊, 極其混亂, 沒有任何一個主線, 這也是說哎呀對吧, 我們也想跟大家講個主線, 你會發現沒有任何主線, 美國的人工智能是主線, 美股的人工智能是主線, 但是你看我們A股的人工智能, 与下根沒有人工智能, 基本上都是噱頭對吧, 有點像那個淡冰淡總, 淡總一直持有英偉達嘛, 他說呢這個像英偉達呢, 像武松對吧, 雄壯對吧, 但是呢, 咱們買不了英偉達怎麼辦呢? 那帕西亞買一下咱們這個A股的人工智能, 結果我們A股的人工智能其實是什麼吳大郎啊, 吳大郎跟武松差距還是比較大的嘛, 下個星期呢, 下個星期呢, 應該還行, 主要是有利好, 還有一個就是全球股市都在漲, 我覺得A股它不至於說就一個人自己在跌, 因為昨天晚上美股不是創歷史新高了嘛, 那印度股市呢也創了歷史新高, 你看這個印度駐華, 看到沒有? 印度呢說, 孟買證券交易所所有上市公司的股票市值已達到5萬億美元, 顯示出投資者對印度經濟增長的堅定信心, 印度股市已成為世界第五大股市, 並且可能表現得更好, 看到沒有? 這個可是印度駐我們這裡的那個啥呀, 人家, 人家, 就是專門對吧, 專門發一個, 哎呀, 關鍵是它是昨天發的對不對, 你知道咱們A股股民情何以堪呀, 就是人家又漲了又漲了又漲了對吧, 你這個真的讓人情何以堪, 本來我們A股要是沒出這兩個大陰線呢, 在2024年全球股市表現還行, 兩個大陰線啪嘻一下, 好了, 印度超越我們了, 老美人家又創新高了, 這個有的時候你真的不得不服啊, 這個A股呢, 不過A股呢, 你看全球股市都在漲, 從技術面呢, 周四尾盤跳水, 周五尾盤跳水, 連續兩天尾盤跳水, 下個星期就不會尾盤跳水了, 下個星期尾盤跳水的概率就比較小了, 還有呢, 周末還是有些利好的, 就是老鄉別走嘛, 老鄉別走, 老鄉別走呢, 主要是關於減辭呢, 我們發了三條消息, 我給大家簡單講一下, 這是最新的減辭新規, 那減辭新規呢是這樣的, 總共有三條利好, 第一個是增加大股東通過大中交易減辭前的預披路, 充分保證中央企業的執行權, 增強交易的公平性, 減少信息的不對稱性, 就是說大中交易之前呢, 要充分披露, 然後明確控股股東, 實際控制人二級市場, 減辭與上市公司的股價表現, 分紅情況掛鉤, 督促控股股東, 實際控制人專注公司經營, 關注投資者回報和投資者關係管理, 就是說, 減辭的要跟這個公司股價表現分紅情況掛鉤, 但是到底怎麼掛鉤, 到底怎麼分紅, 其實也不是說的這麼細緻。 第三呢, 增強對違法違規行為的約束, 比如大股東違法違規正在被立案調查, 或者被處罰後的六個月是不得減辭的, 為角逐罰冒款之前不得減辭, 還有比如公司可能觸及重大違法退市的, 在封閻警示期間, 控股東實際控制人不得減辭, 反正這個減辭呢, 反正比以前稍微好一點, 但是咱們大A應該是基地已久, 它不是說現在才有問題的, 它一直有問題, 已經有問題很多很多年了, 所以說呢, 咱們大A股呢, 幾十年不變了三千年, 幾十年不變了三千年, 這個也算是個例好吧, 對於A股呢, 總來講不是壞事對不對, 總來講不是壞事啊, 說的全球股民都在狂歡, TOP20的股票裡面超過半數都在創新高, 這個是5月20號的時候, 你看, 從東向西, 澳大利亞, 日本, 印度, 瑞典, 德國, 丹麥, 荷蘭, 瑞士, 法國, 英國, 巴西, 加拿大和美國, 都在不斷的創新高, 那全球股民都在狂歡, 這個, 不知道有沒有把咱們A股的股民算進去, 咱們A股的股民這兩天沒有狂歡, 咱們A股的股民這兩天都在關燈吃面, 本來, 本來我還是計劃, 這個, 這個, 我們上個星期, 房地產抓的還是比較蠢的, 房地產還是吃了不好肉的, 結果, 週日週五兩天, 兩天, 總之間也回撤了四個多點, 本來, 我是覺得這個週末, 準備出去買點東西, 買點衣服的, 結果呢, 兩天跌的也沒有心情了, 在家裡趴著呢, 在家裡趴著研究股校吧, 想辦法下個星期努力, 賺回來, 所以說你看, 這股市一跌, 它就影響消費呀, 因為沒有狂歡呀, 全球股民, 全球股民在狂歡, 全球股民在消費, 咱們沒有啊, 咱們在, 咱們A股的股民, 基本上, 這個週末, 可能大部分都是在家裡趴著, 沒心情, 啊, 沒心情, 啊, 全面看好中國股票, 摩根大通在模擬倉中, 將股票配置提升到百分之百, 哎, 我看到這個消息, 竟然無言以對, 摩根大通在20屆全球中國分會, 5月23號的上海開幕, 然後呢, 摩根大通, 亞洲首席中國股票策略, 生意師叫做劉明哉, 表示對中國股票的信心, 他說近期啊, 中國在戰利安經歷了一波反彈, 呃, 然後對中國股票開始全面看好, 並在模擬倉中, 將股票配置提升到百分之百, 哎, 看到三個字了沒有, 摩擬倉, 看到沒有, 重點三個字, 摩擬倉, 你要知道這個摩根大通啊, 摩根大通可是什麼, 可是, 掌管了3.8萬億美元, 3.8萬億美元, 換成人民幣的話, 25萬億啊, 掌管25萬億啊, 25萬億啊, 25萬億資金的摩根大通, 他說在模擬倉中已經配置百分之百了, 那你在模擬倉中配置有啥用啊, 你這都是模擬炒股的啊, 你, 你,你,你,你得, 你得把真金白銀配置起來才行啊, 你模擬倉有個啥用呢, 是不是, 你在模擬倉, 我這百分之百就跟你說, 模擬倉, 我已經這個盈利了5倍了, 那有啥用, 是不是, 而且這關摩根大通掌管20多萬億人民幣, 你隨便買一點也行啊, 買個什麼幾十個億啊, 哎, 不過人家在美股炒得開心得很, 美股賺錢賺得這麼嗨, 沒有必要來咱們A股這個飽受煎熬啊, 所以說這個摩根大通這個發了一下, 咱們不知道都不好點評了啊, 搞個模擬倉對吧, 搞個模擬倉, 還百分之百, 搞個模擬倉還百分之百啊, 最後講一下大華會計所啊, 因為, 有一句話叫什麼, 就是你有過翔梯對吧, 人家這個, 前一日大華會計所呢, 不是被罰了嗎, 就是, 被罰了, 然後大華會計所呢, 最近在金蟻拖鞘, 領了罰來, 花個滿夾, 什麼意思呢, 就是, 大華會計事務所呢, 它有很多員工, 它是主要做這個審計的嘛, 不是被罰了嗎, 被罰了過之後呢, 你看, 這個, 它呢, 就是以前那個公司, 叫做大華, 大華所, 深圳分所, 2023年8月份, 有多達46名註冊科技師, 集體加盟, 深圳大華國際, 看到沒有, 就是以前呢, 這個大華, 它是深圳的嘛, 因為很多上市公司, 它也在深圳嘛, 你說, 八月份的時候, 就是在這個大華, 就是被處罰的這個大華, 八月份的時候, 它有46名註冊科技師, 然後加, 加盟了深圳大華國際, 因為深圳大華國際, 它是一個乾淨的公司, 它沒有被處罰嘛, 處罰的是大華, 會議事務所, 結果呢, 八月份的時候, 46名註冊科技師, 加盟了深圳大華, 走到九月份的時候, 又有46名, 來自於大華的, 這個註冊科技師, 又集體加盟了, 這個, 深圳大華國際, 看到沒有, 就是說, 這個不就是相當於換個馬甲嗎, 我這個大華會議所, 不是被處罰了嗎, 沒關係, 我現在又搞出了一個, 深圳大華國際, 然後原先的人, 基本上都有, 換了個公司, 換了個公司, 然後呢, 繼續呢, 繼續從事業務, 所以說你看這個, 就是有些時候呢, 就是罰了, 罰的不夠重, 它就罰了個寂寞, 就是因為這個, 違法的成本太低了, 違法的成本太低了, 大家反正無所謂的吧, 咱們A股不像美股治理的這麼好, 任重而道遠, 不過呢, A股它畢竟已經跌了好幾年了, 尤其是, 人家都漲了, 咱們A股已經連續調整了好幾天了, 下週一應該是一個, 超級的良機, 而且呢, 因為這個, 它連續兩天尾盤掉水, 下星期一的尾盤應該是會拉升的, 你可以大點驗證一下, 至於方向呢, 其實很多人還跑不贏這個紙座基金, 這個方向就, 直接學EDF可能還稍微好一點, 直接學紙座基金也是可以的, 每天早上9點15到10點半, 下午1點到3點都有直播, 最後不要忘記點贊點關注, 假設這樣做了SAMC和方式, 有3點15點15個月, 分15點15個月,